婷婷 你的烧烤好了 谢谢 下个是你的 春晚来喽 我的烧烤 叔叔 我的给你吧 不用 拿着吧 这么热的天 啤酒配烧烤 正好 这个灵堂是新品 请你喝 谢谢你 你今天多大了 二十四 二十四 哦 好 好 谢谢你 董事长 明天你去分公司试查的事情 已经安排好了 给你安排了一个实习生的身份 找到我女儿了吗 还没有 牛牛要是没丢 也应该这么大了 这两天呢 总部的董事长要来试查 大家给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听见没 好 您好 我是总部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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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您这么早就过来了 有失远迎 我叫浩东 有什么事情 您吩咐 那我的工位在哪儿 工位 什么工位 您不是视察的领导吗 我是总部来的实习生 陈志明 实习生你冒充什么领导 浪费我时间 滚 大叔 谢谢 我说你 年纪这么大 你跑出来实习 你好意思吗你 年纪大怎么了 既然陈叔能来这儿报到 证明他业务能力是过关的 他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就敢冒充公司总部来的领导 我宣布 你 被开除了 滚 你凭着 族长 他毕竟是总部过来的 就这样把他开除了 他是麻烦 行 陈七七 你这么帮这个老头说话 那这个新来的就你来的 出什么岔子 你劝责 没问题 陈叔 那我先带你熟悉一下工位 等会儿给你一些简单的任务 先适应一下 好 老陈打印一下 您的是 老陈 过来把打印机修一下 老陈 下去帮我拿下咖啡 我现在没空 好 陈叔 去帮我拿下快递 陈叔 我这文件怎么还没拿来 马上 把金还没到呢 陈叔 你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打砸的 没事 就帮帮忙吧 那个陈叔 我这个桌子这么脏 你没看见啊 过来收拾一下 你做事不分轻重的 好 你有手有脚的 怎么不自己收拾 他又没拿保洁的工资 陈叔 你项目做完了吗 我帮你做 早就做完了 等等 那这么说 你俩还挺能干的嘛 那这个哈皮灵堂新品的 项目策划方案 就你俩来做 下手之前交给我 要不然 你俩一起滚蛋 这个项目的难度 不压原理之际 怎么 不敢了 没问题 不过你要答应我 要是我们做到这个项目 你得分提升10%给我们 行了 快去吧 嗯 组长 哈皮的推广案 可是我们公司的重点项目 你就这样给他们了 就是还给他俩那么高的提升 他们两个小鱼 能翻起什么大浪 再说了 这个项目 他们要是做不好 他们就得滚蛋 做好了 这功劳就是我的 组长英明啊 陈硕 这里注意一下 产品名称要写权 哈尔滨冰级纯生铃糖啤酒 然后铃糖要突出一下 这次的新品 不仅延续了冰爽精英 同时还搭配了全新的铃糖卖点 现在的年轻人都有控糖的习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连接点 嗯 还是你专业 行 那你先改一下 嗯 终于做完了 陈硕 收拾了 早点回家休息 行 组长 组长 做好了 没想到他们还真做出来了 那个 没你什么事了 走吧 哦 主管 我昨天熬夜做出来的方案 你看看 这么低级的错误都敢犯 你长没长脑子 这就是你们做的方案 哈皮的三重冷脆量造工艺 你居然能写成两重 这么低级的错误你们都敢犯 你们长没长脑子 害我被骂你知道吗 我们做错事你被骂 莫不是你抢了我们的方案去 你胡说什么 这个就是你搞砸的我跟你讲 你俩赶紧给我出这东西滚 来滚 谁说我们搞砸了 这证据都在这儿了 你还解释什么呢 啊 来人赶紧把这两个人给我赶出去 你赶 吵什么吵 哎 主管 他们也就 行了 这两天总部交下来视察了 还在外面吵吵嚷嚷的 像什么样子啊 你们都给我进来 你们的意思是 好动抢了你们的功劳 哎哎 主管 他们两个新人 我怎么稀罕抢他们的功劳呢 你意思是方案是你自己做的 这 哦 要是是你做的方案的话 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 你这个组长含血量 外面也太高了 连客户最基本的卖点都能弄错 这这这 这不不不 不是我 不是你做的的话 你就是属于打压下属 盗窃他人劳动成果 这才是我们这次 哈皮新品的推广方案 这 你们敢耍我 哎 基金 你这该错了吧 哎呀 听我的 包没问题 既然都是误会 那这个项目 浩东你就不用负责了 这个项目 交给你们俩全权负责 嗯 咱们接着去把方案进来吧 好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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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溜溜的项链 今晚下班 我请大家吃烧烤怎么样 好 等工作去 我当初 立马给我调查齐齐的声势 三个低级的错误都敢犯 你长没长脑子 这么低级的错误你们都敢犯 你们长没长脑子 这 你们敢耍我 哎 这 这不是溜溜的项链 大家随便点啊 今天我跟陈叔请客 没想到啊 基基 你一个小实习生 带着个老实习生 居然能拿下哈皮 这个S级项目 就是 这次肯定能拿不少奖金吧 来来来 我去给大家整点说的 哎 大家是好 我去给大家拿点喝的 董事长 关于你女儿的事情 已经调查清楚了 我就不喝了 大家多喝点 我最近啊 在空堂 那正好 这就是我们这次哈皮项目的主推新品 冰爽好喝还凌晓 很适合咱们这种空堂的人 您快回来吧 我 我 我马上过来 基基 我有点事先走了 你招待好大家啊 你注意安全 来 干杯 大家吃好喝好啊 所有人到会议室开个会 同步一下哈皮项目的最新进展 你们估计这次能拿不少提成呢 陈叔不在 七七你要是拿不动的话 我可以帮你 你看 我说啥来着 这哈皮拿下了 这奖金也要到手了 恭喜恭喜 这会儿陈叔不在 奖金要是太重 你一个人提不动 老陈愿为您下牢 这次哈皮灵堂新品的项目完成得非常不错 合作方非常满 基于陈七七和陈叔的优异表现 公司决定给予你们奖金 一个人两百 这公司可真抠门啊 开两百块钱呢 打车都够 我不同意 就这样 散会 我 董事长 已经调查清楚了 七七小姐就是您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 被车 好 这是哈皮的项目提成 李主管 哈皮项目是我跟陈叔拿下的 凭什么给他 陈七七 我劝你不要得寸进尺 你一个实习生 你就拿你的两百块钱就行了 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你看着我干什么 浩东说的对啊 你一个实习生 本来就没有权利签什么单子 更别说什么提成了 既然这个单子是你的上司签的 那提成自然归浩东所有 所以你那两百块钱 根本不是什么提成 我是看你们太辛苦了 特意为你们申请了奖金 怎么现在年轻人这么不知道感恩吗 李主管 他之前亲口跟我承诺过 我要是拿下项目给我百分之十提成 我什么时候说的 合同上写的有吗 那个是为了激励你们 保证你们工作努力 他怎么就不懂我的两口用心啊 李主管 浩东之前抢我发现你是知道的 从头到尾他一分里没出 凭什么他拿提成 凭什么 凭我是他小舅子 难怪你这么护着他 李主管 在职场利用裙带关系 滥用职权谋私利 你不怕我去举报吗 你什么身份 你不知道吗 一个实习生的举报信 最多就到我这 你不会真以为 我会向上面汇报吧 陈希希啊 要怪就怪你在这个职场中 谁有用的关系 既然职场要靠关系 那就看看谁的关系更硬 我说您又是去哪 弄了一件新衣裳啊 听说我那单提成就两百 又来一个不知之 你看老东西我给你讲 你赶紧收拾东西丢滚 不然这两百都没你们的 哎 吴特助 这是吴特助吧 之前有幸见个名字 那个董事长到了吗 我去接他一下 董事长已经到了 别乱说话 哎到哪了 董事长好